国民党在公投案全面溃败 领军的党主席朱立伦和号召战斗兰的赵绍康 却不约而同炮口对外 对台湾的民主是多大的伤害 因为公投已死 当民进党打出蓝绿对决以后 这个选民就是 这个他的选民就真的是只问立场不问是非了 来英言论IP走偏锋 不少民众看不下去 纷纷留言要朱立伦说对不起 还要他辞党主席 若是永远检讨他人 主席还要当吗 该怎么就党还没有解 立委林维州却在开票后 火速辞党副秘书长朱立伦记者会出面道歉 也不见党公职一级主管相陪 党内忧心后续恐怕有党公职跳船潮 经过公投之战更凸显蓝营战略路线出现问题 四个都同意 江启成任内置推两个公投案 朱立伦却喊四个都同意 光是重启核四就让地方诸侯不愿跟进 朱立伦定调对执政党不信任投票 更升高蓝绿对立 战略上面离开设定错误 他后面的战术全部都是走对决的路线 可是又没有团结各个执政的县市 不管是侯友宜的不表态 卢秀燕的比较回避 甚至像其他县市首长 战略到战术 到后面整个执行面 全部都出了问题 民进党一种少数的政党动员 去绑架全国多数的民意 因为中间选民有一半不知道要投票 对不对 战斗兰和黄世修绑警警 激进言论却多次引发争议 战斗兰成员出征党内诸侯 更引发内讧也认为是败因之一 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 石板明夫就分析 侯友宜的签字文是一篇公投中立宣言 显见侯市长不愿意被深难的政治亡命之徒绑架 是明智的抉择 更指出把国民党变成本土化政党 是李登辉前总统想做而没做到的 若侯市长能继承李登辉前总统的一致 主导和民进党良心竞争的本土化政党 会是台湾之福 不过对比石板明夫对侯友宜的好批评 不少蓝军对侯友宜却是检讨声浪一片 资深媒体人蔡思平发文点出 内讧再加上抓战犯 不就是这几年国民党一败涂地的事后表现吗 每一个人都要来深刻的检讨 毕竟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我想对于国民党而言 重要政治人物没有一个人是赢家 全都是输家 2022跟2024年 尤其2022年 我觉得国民党会是一场苦战 如果有任何人还以为说 2022年可以躺着选 可以选得很轻松的 这个大梦都应该要出行 国民党在公投落败 导致内侯越演越烈 朱立伦不只得领导蓝营走出困境 还得面对路线选择问题 三地西红警红旗 全好台北冲到